欢迎订阅,我是不为开车人群长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部很胡闹的惊悚电影 豪宅禁地 女主角凯莉因为抢劫自动提款机而造判缓刑8个月 得靠上电子脚梁监控而监控她的是这个憨厚保全 只要没收讯破坏或离开规定范围保全就会到场关切 听在凯莉的妈妈玛丽儿里 真是太fashion了,you know 到了晚上,诡异事情开始发生 凯莉听着01广播节目,竟听到玛丽扣印进去 说自己家是鬼屋,食物会被偷,电费增加等等 甚至凯莉嘘嘘时会听到奇怪声音 只能夹住好听清楚原来是从天花板传来的 好吧,可能是房子老舅在所难免 那就继续咯,嗯,量有点多,不要憋尿哦 环形期间,三不五时心理辅导师就会来家里拜访 陪凯莉聊聊天并记录她的身心状况 又到了晚上,凯莉发现家里地下室传来声响便下来查看 却被庞然大物吓到原来是个耶稣像 真是下鼠轮,但这里没讯号让电子脚料发出声响 这就算了,下面还伸出手抓住她的脚 吓得她还被网子缠住 不幸得赶快正座逃出去 却被玛丽带个正招还被讯斥一顿 阿伦家明天苏不用上班,吼你哈 但等等又有声音了 母女俩悄悄的慢慢的躲在一楼 因为二楼有人要下来了 就是现在扁她一顿打得她不要不要的 哦咪哦咪是保全啦 因为电子脚料信号中断所以才来的啦 以为的灵异事件反映起保全的兴趣 她还家里装监视器和温度记录器 阿飘比人类体温低一定可以观察到什么 嘿哦,凯莉不屑着 而这天,继父请凯莉帮忙把拿来做保全的雕像一起粘起来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与继父的聊天中得知 这栋房子的故事不是那么单纯 所以凯莉从地下室留下的资料发现这的病患档案 在上网调查后得知这里以前叫恐怖收容所 专门收留行为偏差或精神状况不好的青少年 甚至有个少女被砍67刀而死 休手至今仍未找到 于是玛丽跟她坦白 因为皇族太配仪 又可以把旧东西被卖赚钱 所以买下来咯 当属你能计较你不足道的话 就不会伤害到你 凯莉只好找来律师跟辅导师商量 要改去其他地方软禁 但还需要看凯莉三个月的表现 法官才会重新考虑 凯莉觉得太久律师下次来可能领大梯咯 就在凯莉离开后突然大停电 等电再来辅导师旁进有个人影 然后又停电了带电力回复后 辅导师已被衣架困住还被刺伤了手 这让凯莉决定到地下室跟阿票谈判 她肯定需要帮助而此生暖炉镜自己打开 往里面一看有个咚咚卡住了 所以凯莉拿铁锤破坏了生锈的铁管后 就拿到了一副假牙 她还从自己房间的地板夹层找到了 被杀少女的盒子还有一个怀表 于是凯莉找来勉强能信任的保全 并将怀表及假牙让她分析看看 但都是凯莉在分析 被杀少女生前有被咬过假牙应该是凶手咬她是吊的 但保全不明白偷怀表有啥用 动个屁啊人家是僵尸单顿耶 算了不是货显然保全不是很靠谱啊 他们甚至开始怀疑杀少女的凶手是隔壁的怪邻居 家里时常传来恶臭除了动物尸体的味道 还有可能会是人的哦 更让人怀疑的是恶邻居竟也有带假牙 那么保全就称怪邻居不在时潜入她家调查 除了发现少女被杀报导的报纸 其他什么也没发现 也找不到夹牙可以回去比对 只好赶快离开了 没想到怪邻居已发现保全闯进家里 既然人都出现了就当面质问她 是不是因为怀表被偷而杀了少女 不过怪邻居挺坚弹的马上告诉保全 自己才不杀人凶手 怀表是自己收养的机械天才儿子的 但后来她失踪了就从来没见过咯 另一边凯莉在熟悉成气时 因为太粗鲁而意外将柜子砸了个大洞 洞里面竟是一应俱全的哑房 她甚至在另一个通道的墙缝中 看到一个活人在看电视 而她就是怪邻居的儿子天才哥 吓得凯莉倒吸一口气 并紧张的蜷缩在一旁 但来不及了天才哥发现她 还企图压在凯莉身上但没对她怎样 不过好在凯莉经过一番挣扎后甩开了天才哥 You jump I jump 只有我 jump 终于逃了出来 然后把所有人都叫来也抱了紧 为了证明刚刚惊悚的过程 凯莉要让他们看放吸尘器的柜子 但洞被捕起来了 没关系还有另一个jump出来的洞 但撕开之后却是一道厚实的墙 辅导师也被叫来管 且剩一名警察在这留守 毕竟凯莉有药物前科 大家认为她吃太多药产生幻觉 所以没人相信 就在辅导师吃饼干时 因弄痛自己而拿下假牙 现在只要戴假牙的都是杀少女的嫌疑人 凯莉马上拉玛丽出来 告诉她自己的推测 天才哥一定知道杀少女的凶手是辅导师 所以上回只攻击她 这么做事要提醒我们小心辅导师 而且她还戴假牙 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 她要玛丽回去跟辅导师聊天拖延时间 好让凯莉去地下室调查收容所的档案 果然当时辅导被杀少女的 正式辅导师凶手肯定是她没错 母女俩一起趁辅导师上完厕所 就质问她有关被杀少女的事情 原来当年她上班第一天就被少女揍 还没拿到应有的报酬 所以怀恨在心 就把少女杀了 这显然激怒了辅导师 母女俩逃到房间后 发现那个留守警察竟被干掉 没人保护了 现在只好破坏角料发出信号求救了 在找工具时天才哥躲在柜子里 但现在知道她不是坏人 还让母女俩躲进她的密室 而此时保全也因电子角料发出的信号赶来 帮她开门的辅导师谎称天才哥 把凯莉母女俩拐走了 所以保全要破坏放吸尘器柜子的洞时 辅导师却趁机把保全打晕 另一边天才哥把母女俩带到自己的密室 还教他们有个很好藏身的地方 就是盖白布 Oh come on 而此时福导师成功破门而入 我们把天才哥压倒在地 福导师一进来废话太多 来尝尝天才哥的排泄屋吧 还在觉得恶心是母女俩早已逃之夭夭 逃出来打电话报警 但福导师一个直拳打晕凯莉 再拿电话先了一举玛丽的脖子 就是要治他们于死地 好在天才哥递了一个叉子给凯莉 让她从前面插福导师 别忘了天才哥是机械天才 故事就在开启了电流后福导师就 拜拜 谢谢会顾下结束了 船长认为快去敲敲看家里的墙壁 搞不好有人回忆你哦 如果喜欢船长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加铃铛 就久不会开吹的船长 我们下次见